随着考新斯的加盟 未免冠军勇士队看起来越加的不可战胜 因为再下个赛季 他们可以摆出库里 加杜兰和加汤普森加哥林加考新斯的五星首发阵容的同时 替补席还有一众实力球员 面对拥有如此恐怖实力的勇士队 球迷们也是调侃道 直接给他们颁奖吧 但是球迷们也开始热议哪一支球队 有希望在新赛季中战胜这支勇士队 获得詹姆斯的无人队和上赛季 与勇士队大战七场的火箭队 无疑是被提及最多的球员 但是在近日NBAJUMP的节目中 NBA名宿杰伊威廉姆斯却给出了不同的观点 在节目中作为嘉宾的杰伊威廉姆斯 也是与主持人探讨起了这个球迷们正在热力的话题 随后他也是语出惊人的表示 他认为凯尔特人队将会在下个赛季中 战胜勇士队拿下总冠军 他说道 我相信绿军在拥有健康的欧文与海沃德时 他们将用能力击败拥有五名全明星的勇士队夺得冠军 随后他更是详细地分析了双方首发球员的队位 认为绿军并不落下风 首先不得不承认 绿军的阵容的确十分强大 在欧文与海沃德回归之后 他们可以摆出欧文加布朗加塔图姆加海沃德加霍福的这五人的首发阵容 并且绿军替补席上还可以摆出 罗奇尔加斯马特加奥杰莱加 莫里斯加贝恩斯的板凳匪徒阵容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拥有一名极其出色的教练是 蒂文斯 我们可以看得到每一名球员都在少帅的体系中 超常发挥着自己的能量 绿军的整体防守也是堪称联盟一决 但是这样的绿军足够战胜勇士队吗 同样按照威廉姆斯的思路 我们对比两队的首发球员 一号位 欧文与库里的对比 这可以参考骑士队与勇士队往日对战时两人的对比 在这一项上欧文也微弱的优势领先 如果欧文在绿军的体系中将防守再提升一个等级 那就另当别论 二号位 布朗与汤普森的对比 虽然布朗在上个赛季 证明了自己有希望在未来成为一名举行 但是汤神无疑在这样的队位中占据绝对的优势 因为无论是在进攻端 还是防守端 汤神都拥有绝对的优势 三号位 海沃德与杜兰特的对比 KD是联盟仅次于詹姆斯的小前锋 或者说两人也已经无限接近 而海沃德还远未达到这一境界 四号位 塔图姆与格林 两人一攻一防各占优势 但是综合分析 格林仍占据优势 五号位 考新斯与霍福德 在考神受伤前 两人并不是一个级别的球员 但是在受伤后 保守预计两人各占优势 旗鼓相当 因此从这样的详细对比中 我们不能看出两支球队首发阵容的差距 勇士队仍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尤其是在封线位置上 但是绿军同样有他们自己的优势 不过他们的优势更加的不稳定 或者说决定权并不在他们自己手上 而是在考新斯手上 如果他能够恢复哪怕八成功力 那么绿军在内线的优势也将荡然无存 如果没能恢复到理想的程度 那么绿军就将在内线拥有巨大优势 再加上替补席上与后卫舰上的微弱优势 那么绿军才有可能将未免冠军展落马下